哈喽,各位中心网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上海市的杨浦区 那今天呢,我是跟着我们的蓝朋友 来看他们是如何帮助小区楼道进行消杀的 据我们的了解啊,我们的蓝朋友主要负责阳性楼道的消杀 所以呢,不管是进去消杀还是回队 消毒工作都需要很仔细认真 自四月初起,杨浦消防救援支队共派出41名消防队员 作为消杀支援者 分成四队,每队十人 忙的时候啊,他们要一天服务50栋居民楼 最高一栋有38层 除此之外呢,他们还化身物资配送员 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10点 穿着防护服持续工作近13个小时 为杨浦44个小区5万余户家庭配送生活物资 累积运送320多吨,20余车次物资 现在呢,他们是在进行这个龟队的消杀 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会儿可以看到他们是排两队 然后一队是把全身消杀一遍,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一个盒子专门浸泡 因为现在有医生说,因为现在脚底的话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消毒区 所以他们会在那个盆里面计划大概半分钟左右 我们的消防队员们的消杀工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他们也介绍过他们每天是上午一场下午一场 虽然看起来他们的穿大白的时间没有很长 但其实他们的工作非常辛苦 因为要穿着那个衣服,背着四五十斤左右的这个消毒水走上走下 刚才我跟着他们的时候,有一个消防队员已经有点头晕 蹲在地上半天才起来 在这场雨情中,每一个人都非常辛苦 那今天我们跟着的男朋友们,他们也十分的辛苦 我们也是跟一些小哥聊过了 他们都表示啊,说自己能够为大家做些什么 心里感到非常开心 在这里呢,也要向这些小哥们致敬 谢谢他们的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